黑衣男只衝過來 就往白衣少年頭部重擊 對方也不甘示弱 一擊右勾拳往他臉上打 兩人揮拳互毆扭打在地 甚至狠狠撞上櫃台賣單的民眾 嚇得他們趕緊退後閃躲 員工目睹失控場面 立刻打電話報警 警方到場一看不得了 因為其中一名涉案人 與其男子手中緊握著一把藍波刀 上面還有血跡 最後全被帶回警局 這才發現大家鬧事 幾乎都是未成年 原來當時孫姓男子喝醉後 誤認余男是他朋友怒嗆唱歌不咎的嗎 兩人揮拳互毆 沒想到剛唱完歌的 另一名少年募集 又以為被欺負的是他朋友 找來三個人加入混戰 余姓男子被兩派人圍毆 拿出身上藍波刀反擊 造成少年右手臂深度撕裂傷 三人酒醒後才發現 其實彼此互不認識 孫姓 三方人馬因為喝醉認錯人 KTV門口大亂鬥 還揮舞藍波刀嚇壞唱歌民眾 最後被壓制帶回 連警方聽到理由都覺得實在太離譜 記者楊子健彈克萌新北市採訪報導